OK 各位 大家好 这里是 叫我腿腿 没错 你们看到这个场景 绝对不是因为省时间我才一起拍的啊 各位 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什么 红烧猪头耳狮 意思来说就是在头皮跟在银 这是烟熏的呢 有什么说红烧猪头耳狮 烟熏了 红烧就红烧 刚刚不管了 好吃的比较重要 它最近这些凉菜好像都是同一间厂商 所以它的东西应该都是有水准 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这一个 外包装是讲这样子 来 拍一下封面 这样还OK吧 这里为什么会用一个很像在卖海鲜的颜色 不管了 先拆开再说吧 这种天气就是要吃这种凉凉的东西 它里面的调味料有 小茴香 干草 八角 橙皮 猪头皮 水 酱油 冰糖 油冲酥 好啦 这不是重点啦 这一包是多重 150公克啊 50公克三分那就是150公克啦 解冻加热后即可食用 我跟你说 猪头皮你如果要吃辣的 你就是加热 你如果要吃稍微QQ的 软Q软Q的你就是吃冷的 这是我以前多年来 在那个中国厨艺训论学院学到的一个猪头皮的知识 OK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制造期限是2020-0413-2023-0412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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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我们就直接来喔 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哎呀 居然没有办法一次就开 逼我用爆了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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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我刚刚开的猪肝还在旁边 哎呀呀呀呀 被大家发现我刚刚在开猪肝了 最近开这些凉菜 我觉得非常符合我现在的那个时间 因为现在时间很少 来 我们要打开了喔 我要把它吃下去喔 啊 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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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还有肩膀 差不多 OK 来 我们来给他试吃一下 他的猪耳朵吃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 他这是 我看看 应该是头皮挂耳朵啦 因为那些全部都是猪耳朵的 可能较不得符合大众 那不是那个肉皮 都分猪耳朵和猪头皮 我看看 耳朵 头皮 有啦 对啦 有头皮啦 不是全部都是耳朵了 好 来 特写给大家看看 这样看起来如何 分量还不少咧 OK 来 直接来试吃 先来吃一朵 底头皮 其实我比较多吃 底头皮 因为我觉得猪头皮 比较入味 煮得多 中间的软骨 基本上就没到入味 对啊 先来吃一朵 豬头皮 来 特写给大家看一下 OK吧各位 美鳳今天还要来试一下 底头皮 海味珍神 红烧猪耳术 豬头耳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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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先来说口感 它的口感是介于 应该是现在冷冷吃的关系 搞不好你加热之后它会变很软 我现在这样吃 但是乳汁稍稍微有肝脏的感觉 在吃 诶 我觉得这样配饭更好 因为你如果单吃的话 会稍微有 觉得有一点点咸 一点点而已 诶 然后 然后 接下来说它的口感 它本身滴温暖 然后滴温暖 你还把它翻过后 它的饭Q 饭Q 吃起来 这个口感的 依我来讲是比较适中 然后再来就是说味道 味道 我说它外面 那个酱汁吃起来 你如果没有配饭 我觉得这样单吃可能 吃个六七块七八块 搞不好你就会觉得稍微有点咸 但是它的猪头皮本身 是有烟熏的味道 你如果撇开外面的卤汁 应该你这样单吃就有烟熏味 而且它这个烟熏味还蛮重的 不会说有些烟熏太过头会变苦 那这吃起来就是有烟熏味 还蛮重的烟熏味 但是不会苦 然后吃起来 又有那个卤汁的咸甜味 我刚刚在这一口配饭应该很棒 喜欢吃有多种应该是喜欢吃那个烟熏的感觉吧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猪头皮的 它的烟熏味好香喔 好香喔 刚刚开粉干的那个啤酒还没喝完 现在出这三个 这好像新口味啊 葡萄的 还是换包装我也不知道 你这三个都很新耶 舒服 喔 真正不错 这种凉凉的甜的在吃 这是爽啊 一个字爽而已 没有什么好讲的 它现在出现过几样凉菜了 粉干 猪大肠 猪头皮 猪脚 好像这几样齁 还有没讲到的吗 我刚刚已经有加热在外面的卤汁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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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所以你看我都将尽量把乳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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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應該比較不會那麼鹹 來 來吃一朵 我跟他一起吃豬頭皮 來吃個兩片 我覺得他應該會變很軟 來 嗯 比較軟一點 但是也沒有到很軟 然後這樣吃感覺好多了 這樣沒有配方這樣吃就覺得很好吃 嗯 這樣吃真的很讚耶 然後這些飯再把它拿去 嚼飯 完美 我剛才用這個豬頭皮 切成薄薄了 你如果要 比較快吃有口感的 你就是要一口吃比較多 好黏喔 嘴唇都快黏住了 好黏喔 豬耳朵 哇 吃豬耳朵的聲音你們比較喜歡聽還是吃炸的聲音 咄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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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咄 感覺好像還不錯 來吧 再來吃一塊 剛剛的粉乾 各位 被粉乾亂入了 來喔 現在是豬耳朵開箱不是粉乾的開箱喔 來吧 這個適合加麵 這個適合配飯 粉乾 加豬頭皮的吃法 全新搭配 舒服 來我們來總結一下 這一道豬耳朵啊 我建議大家 稍微加熱一下 然後倒出來放涼 這樣子你如果沒有要配飯單吃的話才不會那麼鹹 那如果說你要你要配飯吃的話冷冷的其實也可以 好啦 這個簡單的開箱分享給大家 唉 其實我現在肚子很飽 那我們的豬頭皮開箱就分享到這邊 好 下部開箱影片見 拜拜 拜拜